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欢迎收听读者,我是主播杨柳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来自于作者石九 何炯出道25年,人出无害 留下四条交际潜规则 关注读者新媒体,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还记得2019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后 众多网友把何炯谢娜骂上热搜 每一条说何老师能救场的评论下面 都会有骂他故意做人设的言论 甚至帮谢娜解围 也会让一些吃瓜群众 不满何老师的行为 何炯提醒谢娜不要强化 2019湖南卫视跨年晚会 对何老师道德绑架 对何老师安慰朋友加上伪善的滤进 否定他的业务能力 经得起多少质疑 就受得起多少赞美 这句话再合适何炯不过 我一直看何老师节目 很欣赏他的为人 他74年生出道25年 虚年龄已经45岁了 他教了大家为人处事的道理 值得我们学习 一定要和三观一致的人在一起 何炯曾在某期快乐大本营上说 如果知道自己有多好 就不用着急解释 给不懂你的人听了 看不起你的人 根本也是听不进去的 做更好的你自己 也是为了哄自己开心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我们总是把有限的时间 浪费在三观不一致的人身上 对牛弹琴 让我们心累 被误解成为了宿命 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将往 不是他们不善 而是三观不同 不能强容 有一位读者问 和好友聊心事 经常聊不到一块 甚至会吵架 该怎么办 我说你们依然可以做朋友 只是不适合做交心的朋友 你们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 需要帮助的时候 互相帮助 但至于生活的点点滴滴 内心感情的交换 还是算了吧 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够了 交心就算了 不是你脾气不够好 不是他对你的态度太差 而是思维方式的不一致 注定让你们背道而驰 别害怕丢了朋友 你没辜负过他们就可以了 总有真正适合你的人 会来懂你 疼你 成为你的知己 别总是怪自己 你首先要让自己开心 找三观一致的人在一起 别总是豁出自己的利益 体谅别人 诚如何老师所说 让别人快乐是慈悲 让自己快乐是智慧 学会共情 换位思考 是一种高级的修养 回顾某期快乐大本营 何老师说自己 曾因为某场爆破戏受伤 一根铜丝 直接刺住他的大腿 卷在肉里 拔不出来 他必须去医院动手术 不然有危险 很多观众以为他会分享 伤后的心炉历程 可他却一直很内疚 因为那天节目 缺个ending 让所有工作人员 等了三个多小时 真的很愧疚 他说 我特别感谢他们 等了我三个小时 而那天 何老师一做完手术 就回到了现场 带伤录制 保证节目进度 曾看到一句话 人最高的善良 就是学会共情 他把自己带入了别人的立场 去替别人着想 如果他是工作人员 不能回家 不能休息 不能做别的事情 就为了等一个主持人 三个小时 肯定是焦急的 不悦的 他不强求大家的理解 而是换位思考 他内心平和 没有把他的伤痛和坏情绪 带给大家 真的让人没办法 不喜欢这样的人 第一季奇葩大会上 之前被淘汰的选手 冉高明 发挥很差 絮絮叨叨 非常紧张 通篇讲述没重点 高晓松老师忍无可忍 打断并斥责他后 现场气氛一时陷入尴尬 大家面面相去 这个时候 何老师出来打圆场 我对你有一种 特别亲切的感觉 因为我来这之前呢 也是紧张到不行 大家都知道 奇葩说 对各位导师的 语言知识水平 要求非常高 在请到何老师来之后 很多网友 都对喝酒 吃怀疑态度 他刚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即便已经出到 二十多年的他 也是肉眼可见的紧张 他用共情 去化解了选手的尴尬 也没有拆高晓松老师的台 他没有煽情 也没有传递坏的价值观 和坏情绪给观众 很喜欢何老师的一句话 共勉之 没有生气 不一定代表 没有负面的情绪 能够不将负面情绪 带给他人 才是真正的修养 和会换位思考的人身交 这样才活得不累 也愿你我 传怀一颗同理心 将心比心 是一种高级的修养 真正的社交 是互相赞美 台湾的金牌综艺主持人 黄紫娇做客先透 调侃自己从业二十多年 竟然是第一次 上何老师的节目 而之前 他就邀请了何老师 参加自己的节目 没有被何老师重视 有点伤心 这个时候 何炯画风一转 这个我真的做到了 我答应过自己 比我还优秀的人 不要请到这个台上来 弹幕上说 何老师控场能力满分 而我看到的 却是一个骨子里 都带着自迁 用赞美去热爱世界的人 在《综艺真人秀明星大侦探》里 某一期 鬼鬼无印节扮演凶手 但最终任务失败 团队里的其他人都在抱怨 这个时候 鬼鬼很难堪 也很自责 何老师健壮 何鬼鬼说 你今天表现很好哎 简单的八个字 让一个快失去信心的年轻人 有了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这就是赞美的力量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里 康永哥写道 别人骂你一句 你会骂他一句 这叫吵架 别人赞美你一句 你回一句赞美 这叫社交 古人云 渊渊相报 何时了 而我们活了这么多年 应该要懂得 互相抱怨 只会图若是非 而学会放过 学会赞美 会多一条出路 多一个朋友 人生何其短 应该要在被喜欢 被赞美中度过 而在那之前 你要先学会包容 和赞美他人 任何场合 都要有分寸感 何老师作为圈里的大众知己 和很多艺人关系都很好 在综艺拜托了冰箱中 和他思想不错的姚晨 应邀上了节目 展示了自己的冰箱 里面有一个阿玛尼的巧克力 是只有张子怡在他孩子摆日宴的时候送的 一直都没舍得拆了吃 当被问及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吃的 姚晨很慷慨地表示 这是可以分享给大家吃的 一边的王嘉尔 没想到这么多 听到主人同意了 以为就可以吃了 但这个时候 何老师没让王嘉尔拿走巧克力 并对姚晨说了一句 好 谢谢 他分寸感 太好了 主人赤友送的贵重礼物 主人自身 不舍地使用 说明他很在意 很不舍 我们都知道何老师很幽默 但是从没有看到何老师 把玩笑 开过了的情况 在某颁奖典礼上 主持人谢怡玲拿 胡霍绯闻调侃 当事人胡哥和霍建华 明显感到不舒服 脸色也不太好看 气氛一时很尴尬 这个时候 何老师出来就场说 两位都是演技很棒的演员 一个是狼牙榜 一个是花千古 不要聊什么绯闻 作为演技派 来飙飙演技 著名作家周国平先生 写过一句话 用在这里恰到好处 分寸感 是成熟的标志之一 分寸感不是指疏远 也不是指傲慢 而是指 要站在更高的角度 清醒认识自己的位置 然后做出合适的举动 有分寸感的人 相处真的很舒服 他不会让你莫名尴尬 下不了台 更不会来拆台 甚至会帮你圆场 度过难关 人生若得如此一朋友 真是太幸运了 好的关系 就是相处不累 在黄磊作为MC的综艺节目 《向往的生活》里 第二季他点名 要何老师来搭档 不然就不做这个节目了 他对何炯从不吝啬赞美之词 他直言 他是一个让所有人 都觉得很舒服的人 人处无害何老师 将相处不累这四个字 做到了极致 有人说他朋友这么多 很羡慕 可你们不知道的是 他付出了多少 包容了多少 45岁的他保持初心 与人为善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你做好了自己 微光才会来照亮你 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 很多事 有其有福 但何老师告诉我们 不论身处何时何地 都要记住这四条交际潜规则 三观相同 决定你们走多远 学会共情 决定你们爱多深 懂得赞美 决定你们交多真 有分寸感 决定你们处不累 愿你做一个自带光芒的人 也愿你能盛开 清风来 有三两知己 有爱人终老 有平凡快乐的人生 有一颗一直善良 但懂得为人处事的心 以上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文章 我是主播杨柳 感谢收听读者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